总统大选倒数五天 今日来自海外的台桥系统 世界台湾同商会180位会员 上午前往台南 为民进党立委候选人林俊宪加油打气 许多台桥远从千里外赶回台湾投票 见证台湾民主的进程 会长钟明宏表示 有来自美国、加拿大、欧洲、南美洲与日本等 世界各地的市台会180人访问团 支持林俊宪 海外台桥的热情让在地乡亲印象深刻 这次本来是差不多有200多的 但是因为有加上差不多100倍的 对,180的这次 由台北来到高雄 今天来到台南 是,投票也要到厚院 支持台湾,帮助 以往台湾民主、蔡英文和陈建仁 可以顺利动算 而且我们就国会 我们为台湾本土派的国会 完全够败 林俊宪说到 选战仅剩不到五天时间 都是靠着意志力持续往前冲 对于市台会热爱台湾的行动非常感动 也借机呼吁所有人要征行自己手中神圣的一票 务必要出来投票 当有人可以飞越半个地球自费反台投票 我们就没有理由不出来投票 这两天都很高兴 尤其像今天 是台湾的访问团到我的总部来 他们来自全世界各地 来自美国,来自欧洲 也有来自南美洲像阿根廷 要飞过千万里 半个地球回到台湾来 所以我想我们台湾的乡亲 你还有理由不去投票吗 他们来自那么远的地方 自掏腰包 吃住也要自己 都冲回台湾了 我们神圣的一票 还能够不去投吗 你还有理由不去吗 台南可以说是民进党最重要的基础 林俊宪自赶责任相当重大 因为台南有五席权上的目标 而且要让小英在台南的得票率 以及赢对手的票数冲上全国第一 记者林庸春台南报导 林庸春台南报导